哈囉大家好我是達克 我今天來講榮光挑戰你要怎麼打了 那這次我不會打因為我 還沒有去 準備好我的 裝備跟角色 那還是老話來講麻煩大家訂閱我頻道幫我充1000人 那簡單來講說我會帶大家 還是帶大家打一次好了不過成績可能不會很高 那原則上他會暈 會氣絕所以你要注意你的角色可以放一個防暈的 不過我沒有放就是了 那一開始呢他是 暗屬性的所以你要用光屬性的角色 所以也就是說你之前的新年角色有抽的話就會對這次很有用 因為你新年的角色通常都會對暗屬性有抗性 可是舊的角色都對暗屬性沒有抗性這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是他對光直接開是-50對第4-40 所以你要注意你的角色怎麼使用 主要是這樣 大概大概每4、8、12都會放大絕 然後注意他有時候會放那個 把我們的所有的buff狀態給取消掉 大概就這樣 我裝備都60等 那目前的缺點就是命是沒有專武的 大概是這樣 對呀 像這樣我暈了我就不能攻擊 所以大家要注意 可以放一個防暈的角色 阿戰我沒有放 我只好可以放個來試試看 他原則上我裝備 是屬於暗屬性的裝備 就防暗的 但是問題是我的 第五第六人沒有 所以我目前只做5件第6件沒有滿等 所以這就是唯一的差點 缺點 可惡 是屬於暗屬性的 是屬於暗屬性的 所以這就不可 是屬於暗屬性的 沒有分別的 在屬性的 因為你從這裡有可能 可以放屬性的 與我三明星的 是屬於暗屬性的 在屬性的 心中的 是屬於暗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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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屬性的 發生的 你看像他這個大絕放下去 我的buff就不見了 這就是沒有撐過 那我就會掛在這回合 那通常就是這樣的功 成績就不會太高 成績就不會太大 如果它是不見的 成績就不會太高 是不見的 在席中招ج snow 是不見的 把握得到的地方 這樣我應該撐不完15 下次換把防暈角色助力者換上去 這樣我可能分數會提高 因為中間有幾隻被暈到 沒有辦法施展 對這次成績就不夠高 大概就這樣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麻煩訂閱我的影片 按讚加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掰掰